大家好,欢迎来到十之八九 印度神童阿兰德自从2018年就成功预言了新冠的大流行以来 也一直在他的官方YouTube频道继续分享他用废陀占星术所预见的未来 之后他对新冠Delta变种病毒的出现 以及随后几波疫情的反复也都预测对了 现在时间到了2022年6月份 那么今年前半年他的预言到底准不准呢 我们今天就来一下一下立出 最后算出阿兰德今年上半年的预言准确率到底有百分之几 自从今年1月1号到现在 他的频道一共发布了20部影片 其中一共有4部影片专注于预言 是的,他的YouTube频道其实并不只是讲预言的 也有其他类型的影片 包括占星术繁文著作的介绍 以及他和家人的生活分享等等 我之前也有一期节目介绍了阿兰德的频道 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看一看 按时间顺序 阿兰德今年第一期节目是1月1日上传的 题目是Omicron 风险 好处 和新冠的未来 其中他说到 所以首先让我解释一下 这是短期的危险 长期却是有益的 Omicron作为变种带来危险 不仅因为它是变种 而且还有许多其他社会经济因素 目前与政府相关的因素 可能会在短期内对经济和人们的健康造成很多危险 但长期是有益的 所以在第一阶段 我们将看到2021年12月到2022年2月的快速蔓延和一些新问题 这些问题在过去已经预测到了 2022年3月到2022年4月 它将加剧并造成很多伤害 当然会有死亡 会有住院治疗 经济会遇到很多问题 还有更多很多看不见的和突然的事情 也可能发生在这个时间段内 它将是非常独特且非常强大的 Omicron变种是危险的 当然是短期内的强烈的危险 Omicron同时将会是新冠疫情结束的开始 它将超过其他危险的变体 它将用更温和的感染取而代之 阿兰德对Omicron的预测 首先在短期内是危险的 现在看起来非常准确 Omicron由于比Delta变种更高的传播性 自从2021年11月在南非被发现以后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 就扩散到全球许多国家和地区 而且迅速成为主导毒株 以至于世界卫生组织称传播速度之快 前所未见 结果的确造成了新冠疫情以来最大面积的感染 全球新冠疫情的最高峰 也在今年1月和2月出现 根据谷歌的统计数据 当时全球每日新感染人数达到了300万 而阿兰德说的第二点是Omicron 也是新冠疫情结束的开始 至少现在看起来也是对的 因为在1月底感染人数达到高峰以后 之后的感染数量是呈下降趋势 一直降到了现在全球每日新增病例20多万 回到了2020年9月的水平 阿兰德今年第二期的预言影片是在2月24号发布的 卡拉萨帕瑜伽现在对市场的影响 2022年的经济预测 他是这样说的 我只是从一开始就告诉你们所有人 从2021年12月10日开始 这将是一次非常强大和重大的崩溃 尤其是在3月和4月之间 有趣的一天将会是2022年3月16日 这时市场实际上会达到一个非常非常接地的阶段 许多梦幻般的天价市场将会回到现实 比特币现在是一个进行非常强烈修正的时候 并且2022年与2018年非常相似 也有一些差异可能会大大降低 这个价值几乎达到了2万亿美元的市场 但正在寻找长期投资的人们 对于没有重大风险的黄金 请以目前的价格投资黄金 不管怎样黄金将大幅上涨 我看到在4月13日之后 实际上黄金和白银都将大幅上涨 乌克兰俄罗斯还有很多问题 我在3月到4月之间谈到了地缘政治危机 对于大多数看过我频道的人来说 他已经非常接近了 和平谈判可能以惨败而告终 在3月和4月之间 事态会有很大的升级 这一期的4个主要预测 第一经济市场回调 阿兰德预测在3月16号会有经济市场的大回调 因为之前的经济繁荣都只是一个泡沫 所以在3月份会有一个重大修正 而实际情况却是这样的 3月16日的美国股市和阿兰德在做预测的2月份的时候 差不多都维持在3万多点 真正的一个下跌实际上是在5月20号左右 美国的房地产行业的销售记录在3月份的时候也没有下跌 美国的零售业在3月份的时候也没有下跌 从2月份的233062美元还上升了一点点 到了3月份的233448美元 失业率也从2月份的3.8%下降到了3.6% 和2020年4月的14.8%的高失业率比也不算什么 根据这些数据来看 阿兰德预测的3月16号经济市场大回调并没有发生 第二个预测 比特币的大修正 这一个他倒是说对了 我们可以看到比特币的价格在2月3月4月份的时候 虽然有上下波动 但都维持在了4万美元左右 但是到了5月份的时候 直接跌掉了四分之一 价格来到了3万左右的水平 第三个预测 4月13日之后黄金白银价格大幅上涨 而实际情况是虽然从2月底开始到4月之间涨了那么一点 黄金的价格来到了62,000美元的水平 但是并没有在4月13日后大涨 而是在那一天以后一直是呈下跌的趋势 现在跌到了5万美元的水平 而白银的价格也是呈现了类似的趋势 从4月13日的825美元跌到了现在的700美元左右 所以这个预测现阶段也不准 第四个预测 乌克兰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危机加剧 这个是很准确的 和平谈判并没有成功 北约各国继续大力的支援乌克兰 俄罗斯也没有撤兵 战争在开始100多天以后还在继续进行 之后在3月5号的第三个视频中 阿兰德专门预测了俄乌战争的更多情况 其中他说到 因此在地缘政治方面 3月至4月肯定会很危险 因为我们已经看到 这场危机将进一步升级 但肯定我要讲的下一点 在此刻不会有任何世界大战的危险 使用核武器的第三次世界大战 不会在短期内发生 但从长远来看 它是有可能的 正如这里提到的那样 在短期内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 非常有限 事实上它现在不会发生 但是到这10年结束时 大约2029年到2032年很有可能 由于目前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地缘政治局势 全球能源危机只会升级 而且天然气价格将急剧上涨 所以能源在短期内 肯定会成为一种非常昂贵的商品 这一期的三个重点 第一也是和上一期讲的是 是同一个预测 就是俄乌的军事冲突会进一步升级 这个预测是准确的 第二个俄乌的战争 不会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 短期内不会有使用核武器的世界大战 这一点到现在来看也是准确的 虽然北约盟国都在支援乌克兰 但是都还没有投入实际兵力参战 俄罗斯也没有进攻除了乌克兰以外的国家 所以还算不上是世界大战 第三他预测了能源危机 这一点被他准确的预测到了 现在每天上涨的油价 已经直接影响了大家对汽车的使用 紧跟其后就是物流运输费用的上涨 最终对物价和经济会造成严重的影响 第四个预言视频就是阿兰德在4月21日发布的 2022年4月28日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 其中他讲到 我也想纠正我之前对世界经济的预测 也重复和加强其中的一些观点 在2022年3月16日以后开始 我们将进入一个一年半的周期 它将扭转之前的一年半的周期 所以之前的一年半都是关于泡沫的增加 接下来的一年半将是关于泡沫的缓慢下降 或者更剧烈的下降 这就是我对全球形势的总体看法 世界将从地面以下的能源资源 向地面以上的能源资源快速转变 它的速度比我们预期的要快 我认为全球能源危机在未来一年半内 将进一步加剧 或至少保持在当前水平 但这为可再生能源 提供了一个独特而强大的机会 可再生能源 整个可再生能源行业将大幅增长 我今天想讨论关于4月28日的其他部分 世界将出现一个非常重要的地缘政治危机 我们会看到世界的那个地方 会出现一个严重的形势 我们也看到世界东北这个地方有问题 那个东北侧当然就是中国 也是中国那个地区 这一期里他主要讲了三个点 都是对之后一年里的预测 阿兰德首先纠正了他之前对世界经济的预测 我们刚刚也讲了他在二月份的时候 对经济的预测其实是不准确的 所以阿兰德自己也做出了新的预测 他预测在之后的一年半的时间里 经济会慢慢或者剧烈的下降 但是总体是下降的 世界将从地面以下的能源 比如石油天然气 向地面以上的能源 比如太阳能风能等转变 第三个就是在中国地区会出现一个非常重要的地缘政治危机 具体是什么他没有讲出来 但是至少现在中国地区还没有出现严重的地缘政治危机 这三个点都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看出他的预测对或者不对 所以就不考虑到今天的最后评分当中了 那么阿兰德今年上半年的预言准确率总体怎么样呢 我们来算一下 Omicron的预测短期内是危险的正确 Omicron这一波是新冠疫情结束的开始正确 经济市场大回调不正确 比特币的大修正正确 黄金白银价格大幅上涨不正确 俄乌冲突升级正确 俄乌的战争不会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正确 能源危机正确 所以八个预言里面被他说中了六个也就是75%的准确率 作为预言这已经是非常准确的了 其中的一些预言现实情况也可能在今年下半年发生变化 比如说不定黄金和白银的价格会上涨等等 如果大家觉得今天的视频不错 别忘了点个赞非常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也会在年底的时候再做一次预言的年终总结 谢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